重庆日报 谢谢 其实这肯定不是我第一次来重庆 每次来我还是感觉到重庆一直在有很多的变化 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是整个城市 不管是在机场 综合的方面 还是一直在做很多的变化 谈到这次来 因为我是参加资讯委员会 其实明天我专门会有个主题 会谈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怎么推动重庆智能化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建设 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明天我会主要借鉴在荷兰陆特丹港 其实也在2010年开始 启动了它整个的这个智能化的建设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也会跟这个重庆的各位领导 去分享说在这个智能化的内陆 我们重庆叫内陆 那路特丹港有可能更多的是 针对欧洲大陆的一些物楼枢纽建设当中 有哪些心得 会跟大家分享 那重庆对于菲利普照明或者新诺菲来说也不陌生 那这里的很多的道路照明 包括其实我住的这个酒店 我们对面的这个酒店 包括这个会议中心 还有很多的一些重庆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 其实我们在过去都参与在当中 那所以呢也非常感谢说 重庆的这个各个政府部门 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支持 那我刚刚也谈到 因为从新诺菲整个在中国的战略来说 我们一直是秉承在中国为中国 所以呢我们肯定也会去看 这个一些投资的机会 无论是在研发中心 在一些收购合并的这个机会 好谢谢王总 我们继续提问 刚才有重庆传播中心的记者 王总您好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 安重庆记者 想向您提问的是关于此次年会的 就是您认为重庆在努力成为 国际化的物流中心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怎样的 您目前觉得重庆有哪些优势以及应该如何发挥这样的优势 努力使您自身成为这个国际化的物流中心 谢谢 我是觉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成一个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相信谈到天时 我们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我们整个中国的开放 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现在对智能化的这个 这个一再的强调 那这个是天和 那地利来说呢 重庆 水 我们也是这样做到的 那谈到任何呢 其实我昨天在 明天在跟市长汇报的时候 我也会提到 因为要做好的 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要有顶层的设计 那我相信无论是这次会 还是我们刚刚在重庆也做了这个制博会 那我觉得从重庆的领导顶层 它是有个很清晰的这个设计的理念 这个重庆的未来规划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那当然呢 这个人和里面也离不开说一个好汉 这个多个帮 所以呢就像这次的顾问委员会 那我相信要做成一个事情 除了是政府的力量 我相信企业的力量 这个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外资 的一些经验教训的分享 那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应该可以说 我是非常看好重庆的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